泰国奏鱼竿方面的问题 大家好,来聊一聊泰国奏鱼鱼竿方面的问题 先看看这个小方形鱼竿的大小 14乘以9乘以9等于1134 鱼竿的大约水容量为1.1升 虽然豆鱼对生存空间要求不高 还是建议至少给豆鱼提供一升的水量 大一些就更好了 不少的水量不利于豆鱼的饲养 毕竟养活和养好是两回事 同时建议方刚养鱼 圆刚不方便看鱼 对鱼的眼睛也有危害 比较偏爱这条半跃动鱼 虽然它不会是最好的 可看着就是顺眼 至于是用裸缸养豆鱼 还是给豆鱼缸造井 如果鱼缸不大的情况 个人偏向鱼裸缸 如果鱼缸够大 造井也无所谓 可是要考虑到以后换水维护等问题 要具有可操作性 曾经给小豆鱼缸使用外置过滤 想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 现在来看是不行的 小鱼缸水量太小 过滤虽然有作用 可达不到长时间不换水的目的 同时提醒大家 如果想给豆鱼缸用作律 一定要解决水流量过大的问题 豆鱼适合水流稳定的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次再见